李长江在厄泰华报道 台湾高雄的工业区 一间气体分装工厂 清晨有气体泄漏 发生爆炸 纽西兰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 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死亡 另外失过学生轻霜 出示地点位于南部城市 克里斯特切特 昨天凌晨时分 五个学生坐车 在一段上斜的弯围失事 冲落200米深的山坡之后 再跌落20米深的懸崖 死者是来自上海 今年23岁 而伤者年龄介乎18至20岁 接着一至早晨焦点 接着交给天文台科学主任 讲今天的天气 接着看看华南地区的天气 下周早晨的时间够了 明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